好 接下来关注电商购物这件事 有没有可能买回来的东西 最后呢 可能成为慢性长期致癌的元凶呢 中国大陆的跨境电商 以低价优势在南韩发展得非常快速 像阿里巴巴的全球 宿卖通 拼多多 旗下的TAMU 那么三月呢 在韩国的用户术 这两边都已经超过800万人 但是低价站的背后商品的品质 南韩担心不稳定 所以海关开始抽解 结果发现呢 可能的致癌物超标太多 其中像同用的手表 玩具 文具用品 都验出有害的化学物质 最严重的是儿童法菇 被测出塑化剂超标270倍 另外呢 收到的货品有瑕疵 或者是盗版商品更是反应不断 不少家长会在网路上 为孩子购买可爱小法式 不过南韩却通报这件事 儿童用法库测出的零本 二甲酸二遗址素化Gb 标准值高出270倍 儿童手表也超标5倍之多 这一成分可能影响生殖功能 还可能刺激眼睛与皮肤 小朋友爱玩的水晶泥 史莱姆中也被验出含有可能引发肺部疾病的杀菌剂成分 一些文具则是出现可能对皮肤等产生刺激的超标膨元素 不准儿童用品抽眼结果异常 南韩人船本部海关4月也针对400多个平均在台币50元左右的低价饰品进行分析 结果显示有24%的饰品出现超过标准值的葛汉千等可能致癌物 特别是戒指每三个就有一个重金属超标 中国电商拼多多旗下的T木和阿里巴巴旗下全球速卖通贩卖的商品 有害物质超标连贯报 就怕危害国人健康首尔当局绷紧神经 除了每周挑选部分商品进行安全检查 也宣布将禁止海外代购没有安全认证的高风险产品 也决定强制国内代理商为消费者权益负起责任 删除无认证或是盗版产品销售资讯 两家电商也在政府协调下签下产品安全相关自律条约 挂包证将近最大努力保护南韩消费者 只是全球速卖通和T木进军南韩市场后 争议可不止这一桩 花台币三千多块买的平板电脑 却是劣质商品 商家也不提供退货 类似品质不良受害案例 数不深数 方貌品也猖獗 中华炮轰 中国电商行为实则是偷窃 教授会这么说 原来是因为粉丝们花高价购买专辑 收集小卡的文化 被不销业者看见商机 在全球速卖通网页上贩卖山寨版明星周边 除此之外 这些中国电商平台更被指控泄露个资 消费者团体指控 这些个资统统流向中国要求警方调查 相关机构表示 如果确实有违规行为 将要求改正砍罚款 全球速卖通2018年进军南韩市场 起初销售表现并不亮眼 却在2022年开设南韩客服中心后 大展拳脚 用户数量暴增近三倍 根据三月的数据 用户人数已达将近900万元 题目也跟进脚步 加速布局南韩市场 三月用户人数达到829万多元 比二月增加了42.8% 本土业者饱受冲击 周小型零售业者哀嚎面临庞大压力 南韩电商Coupon也担忧龙头地位不保 超低价路线和不定时发放的现金 游会券吸引大量南韩消费者 但随着不良产品通报越发频繁 大陆网购平台便宜 美好货的评论已逐渐在南韩消费者之间发酵 中国电商要想在海外市场 站稳脚跟 加强评管 解决有益率商品 恐怕财势长久之侧 TVBS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